杨颖曾经两次想抢赵丽颖的戏 最后都输给了赵丽颖 你知道是什么剧吗 当年赵丽颖接下电视剧之否 同时杨颖也看上了这部剧 当时的杨颖 因为电视剧孤芳不自赏形象口碑大跌 非常需要一部好剧来提升自己的形象 直接找到了导演侯洪亮 提出想要扮演女主 但是导演的心里早已经认定了赵丽颖了 哪里会这么轻易改变想法 加上杨颖的演技和热度都比不上赵丽颖 吃了闭门羹的杨颖 希望通过黄晓明的这层关系 去说动导演 毕竟黄晓明在拍摄《狼牙榜2》的时候 就和导演有合作 但最后还是没能拿到知否的女主 知否上映后得到观众一致好评 赵丽颖总算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知否收视率一路飙升 杨颖之后便和赵丽颖结下了梁子 赵丽颖楚桥转大火之后 制作组想趁着热度拍摄第二部 但是此时的赵丽颖因为怀孕 短时间肯定是不能拍摄的 此时杨颖又看中了楚桥传 为此杨颖也是苦练演技 希望能通过楚桥这个角色大火一把 总之片人当然更看好赵丽颖 从第一部的火热程度都能够看出来 赵丽颖是更合适演楚桥的 但是由于赵丽颖结婚怀孕无法拍摄 也勉强有了用杨颖的想法 但是这件事却传到了林更新的耳朵里 林更新直接表示不答应 直接表示 要是赵丽颖不演她也不演 其实大家都知道 第二部要是换人 上映后多半是要被喷的 赵丽颖的楚桥 在观众心里已经没有人能替代了 要是再换了男主 那这部剧基本是凉透了 导演最终还是拒绝了杨颖的请求 杨颖和赵丽颖的两次抢戏 最后杨颖都是惨败 其中主要的原因 主要还是杨颖的演技 一直都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尽管杨颖自己也很努力地去提升自己 这些年在黄晓明的扶持下 也还是有一定的人气 现在两人离婚 没有了黄晓明这棵大树 杨颖后面的路会是怎么样的了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